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又一个星期, 我们见到惠玉 因为现在说担心美国债务可能会违约 因为债务上限, 现在民主共和两党都未谈点数 而今个月31日就是deadline 究竟到最后会谈成怎样呢? 未知, 但这一刻还未有共识 所以惠玉就说将美国债券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当然这一刻仍然是三条A的金质招牌 这一刻仍然是很稳定的 但是你放入负面观察名单 即是说未来有机会可能会降低你的评级 如果一降低评级的话 即是说已经不再是大家一直所说的 无风险的一个投资产品 如果真的美国债务违约的话 当然到最后, 民主共和两党可能会谈定数 都谈得定, 搞得定 但是你中间有这个违约 以及你原来试过违约 他一直都很 proud of 从来没试过违约 如果你有试过, 你就已经不再是金质招牌了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违约 你影响的不单止是普通投资者 因为很多国家都持有美国债券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都会有个信心的动摇 究竟, 譬如国家的层面来说 以后还可不可以持有那么多美元的债券呢? 可能都会缩的 可能投资少一点, 可能持有其他 持有其他货币也好, 持有金也好等等 总之将美元资产或者美元债券这部分减低 当然了, 对美国的经济 或者美元的定位都会有个动摇 所以, 为什么无论我们看到隔晚美股 或者欧洲外面的股市 都会有个下跌的情况 而港股星期五也继续下跌 一度跌超过400点 18800点这些位置也打穿了 如果你说, 未来真的 民主共和两党继续增硬 越来越接近死线的话 当然, 恐慌情况会持续 有机会就要试回 上年10月底的时候的低位 14597, 大概14500点这个水平 所以, 大家暂时来说 都是要小心为上 都要看紧一点 如果, 但是反过来 你说, 都是很想有东西买下 趁低, 可不可以博一博? 博什么呢? 就是博, 民主共和两党突然谈好 如果真的突然谈得好 股市可以有个不错的反弹 所以, 如果要博, 但又不知买哪一只 你怕买错哪一只 最简单的, 比如买盈富基金 200, 接着大市走 但当然, 就算真的买, 真的是博也好 不要躺身下去 拿四分之一资金 万一再跌, 你才再慢慢捞货 都不迟 千万不要心急 现在不是心急的时候 甚至乎, 看定些不买都没问题 大家好, 看回这个星期 行指走势来说 每况愈下 足之找到一个突破方向 而两个方向是继续回落 之前两个星期来说 其实都是在250天线之间出售拉锯 但上个星期已经出现了一个讯号 就是收低于1.9500元之下 也看回这个星期初来说 曾经反弹上 反弹是一个减货的讯号 亦都见到 美国方面的债务问题 还未清晰解决 美汇指数 继续反弹上104流上的水平 令到资金投资在非美元以外的项目 更加却步 再加上人民币的会格 亦都继续偏远 而暂时还未见到内地 一些很大股河苦的货币出台 而经济数据的增速 仍比上预估之中 继续走得慢 所以这种种宏观面的因素 加上公司公务业绩 大家似乎 有部分来说 都是借炒高之后 有一个和利活动 最主要现在整个市场的氛围 持货信心 不足入市的态度 都是审慎 只是这两个东西 亦都令到今次的指数 慢慢阴光地回落 简单来说 3月份的低位18,800 已经穿了市今年的低位 我想比较大一点的支持 我会先看18,200 亦是早前 因为看大市区框之后 介乎19,500 至到以外人民带白点 这1,300的水平 现在19,500 最后一步失手 减乎 减乎18,200 当然 如果再进一步 以拉阔一点的黄金比率 由10月份的低位 差不多是14,000点 接近8,000点 累积升幅的水平 如果现在回调 去到黄金比率0.618 就差不多到17,800 至17,700 至17,700 所以后向来说 我自己看 仍然会有一定的水位 调整空间 所以很多好分 或者你见 从昨天开始 跌穿支持位来说 我觉得 反而是 如果没有即时 可能作出相应 调整减货之外 或者止热之外 暂时都持续 但是买货 真的不需要太心急 相对地 经过今次的公司公务业绩 大家能够通透一点 看到很多今年 如果选股的主题前景 就算同一个板块 可能也有不同的股份走向 选择性 或者基本面 或者技术走势 都会有分化的情况 但入货来说 我想也不需要太急 或者真的应验了市场 觉得五穷月 似乎已经在上个月的下旬 提出现 6月的这个情况 亦都提出现 大家相信 这情况下 更加良心准备 或者赠金 不怕多些 靈活些去应对 我想可能也要过去到6月份 看起来最关心债务的问题 相信我都会解决 但大家拖拖拖拖拖 或者市场的情绪 气氛不能够配合 这也是比较麻烦 外围方面 也是美股如是 相比之下 近期纳资的走势比较冷静 但导致以传统经济股份来说 表现也比较是被狂落 或者借势回落的情况 好了 都是说前瞻未看 虽然跟大家分享这些板块 例如股份 不是叫大家即时去买 都是可以放在 如果大家认同时 可以放在你的官冊名单身上 例如以估计股 大家都看到 当然这几天 很多重磅或大资股份 都是难得比心急力 继续回落 但以持过能力或购买力来说 大部份都是出结比788 我都相信 例如做AI 或者相关JPT 变成百度为例 或者快手 这些公共业职市场 认同性是比较高的 例如说新能力汽车股 大家看到 虽然未全部公布了业职 但也看到 有些出来的成绩表 不同股价的反应 亦有业恐 亦有冷待的情况 当然 仍以抵押 和理想汽车仍比市场 仍比较值得考虑 当然这几天 大市仍发挥了地产吸力 他们都会调整 我认为可以护位 或者真是下跌 或者看见距离走势 真的结定了 或者走势 有机会慢慢转好 我认为才考虑 都未遲 另外如果说 传统经济股 我认为主要反而 看回国际性的银行股 现在加息的情况 可能继续持续 例如汇空 比较硬正 而中资电讯股 我觉得也是 趁现在表现 比较走强 其实是难得的 有个会员 也是值得放在 观察名单之内 大家可以再看看 还有这周 比较突破 看到一些光伏股 因为相对 因为傲务事件之后 欧美市场都要加入 用多些新能源的情况 带一些硅片 上游就有 下游 至于下游 做光伏发电 或是风力发电 虽然装机容量慢慢增加 所以慢慢接受 但仍然处于一个 资本投资的阶约 反而受益 做中游的情况 所以你会看到 这周 如果真的要找一些 比较上行 相对地 仍然有些量点 或是适当之前 比较上海施略的股份 我认为 也会看回 例如光伏玻璃 例如福来特 或者是968 雙硬股 这些可以值得留意 但当然有些冲高 也不值得高追 不妨看市场 对持货能力的看法 我认为 才会很选择性地分注 因为资源股 似乎是美金向上 我认为市场的吸精力度 便会减少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 希望大家 反而可以把握到 今次有机会进行 即将来调整来说 把握一些优质的股份 再多上车的机会 来到五穷月 大家不用怕 因为五月份 华盛开户有很多优惠 最高还送到总值4900元 不如大家一起看看 今期大家如何拿到尽些奖赏 第一 只要在华盛成功开户 兼入金 就可以送到688元交易现金券 再加送5元美股交易现金券 和10元美股期权交易现金券 第二 只要在30天内成功交易五次 就送200元交易现金券 而成功交易十次 5月份成功开户的朋友们 在6月至12月期间 每一个月计交易十一次至30次 就可以拿到200元交易现金券 即是前前下后 就可以拿足7期现金券 大家就可以拿到总值3500元交易现金券 所以说trade越多就赚越多 未开户的朋友们 平时又trade得多 应该用华盛是最好处的 因为可以一路trade一路赚奖赚 最后也提提大家 开户前记得看条款和细质 快点透过国师置业工作室专属连结做开户 大家好 我是Kingston 联敬涵 和大家互估一下 刚刚过去那个星期的港股走势 整个星期来看的话 港股是持续走低的 尤其是在星期三的时间 跌破了一个长期的 徘徊区的底位 一个位置 19500点的位置 星期三跌破了之后 星期四再进一步 下市回到差不多 成半年以来的新的低位 下去最低位置 18620点 五星期四曾经跌成 五百点 那么多 虽然收市来看的话 都是由低位到有些反弹 升回上来 收市来看的话 跌了370多点 都是升回上去 就是18746点 收市一跌了 是369点 但是整个星期来看的话 大家都知道 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向下突破 这个环境之下的话 就是说 对于后市 都还是会比较 是看淡一点的 因为穿了一个 差不多成两个月以来 三月到现在以来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再加上三月二十日的低位 18829 是跌穿了 亦都是收复不到 所以 进一步向下的机会 都仍然存在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了 很多利淡的消息 还在市场上的 除了外围 美国那边 债务上限的问题 股市也都有一些调整之余的话 也都看回中国的经济的状况 都仍是比较是差的 暂时 市场 见到有任何的利好的因素 可以令到 就是整体的指数 有个见底 或者出现反达 所以都比较担心 股市来看的话 如果真的是 短期之内 不可以收复 例如18829 这些位置的话 进一步下市 例如18000 或者更加低的位置的话 都 这个机会都存在 挺大的 那下个星期呢 就 期之结算 那 踏入六月份来计的话 也都 不觉得有些什么的 特别利好消息 五抗六折 六折月的话 都会持续 就是表现比较差的 业绩那方面 看的话 大部分呢 已经是公布了首愧了 那六月份呢 基本上 也都暂时见到 有些什么的 特别的 新的 业绩都公布了 所以就是 比较静的环境之下的话 反复向下的 机会呢 是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股份那方面来看的话 大家留意一些 比较是 有个 惊喜给大家的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 就是 出现了 是 贵度业绩 是 辱得上市以来的 转规为盈的股份 大家 不妨可以留意多些 其中包括了 就是 前一两个星期公布业绩的 应该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理想 再加上 就是今个星期初公布业绩的 是快手的 这两个都可以说 经调整之后 转规为益 这个 亦都可以 令到 相信整体的 资金 那方面 会是 流入去相关 这两个股份 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大家 每个星期 如果真的要买 都可以 时间 減少两个股份 大家好 我是Alan 今个星期 大股下破了18,800 所以支持位置 要进一步 下移到18,000 这里 展望下个星期 大股相信 周初都会受到 美国债务上限的 谈判所困扰 现在看共和两党 共和民主两党 谈判的进度 应该不到低拉之前 都未必可以达成协议 再加上 今个星期的 港股 周五是休时的 所以 导致所有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周四都会 集中释放 导致大股 急跌的情况出现 现在由于 两党对于 债务上限 未有共识 虽然 在这里一再提到 最终导致美债 违约的 机率和风险 其实是极低的 因为对于 美国财政部 可以选择 其他方法 例如 停止支付 某些拨款 停止支付 联邦雇员的 薪金 或者 停止 某些公共开支 可以優先 就是常还本金 和债务先 所以 可以熬到6月8 或者熬到6月15 其实有新的一轮 税收之后 才解决其他 例如联邦的 薪金 或者薪金的问题 所以最终未必 真的会导致 违约 这么严重 但是 这个争拗 有机会导致 美国的主权评级被下调 因为 已经将美国主权评级 放入负面观察清单 如果真的下调评级由 现在 AAA 下调到AAA- 即2021年的情况 这个的确 会造成金融市场 比较大幅度的动荡 因为我们无论 从一些短债息率 从一些股市的VIX指数 去看 其实都观察到市场 似乎为这方面作出准备 这个下个星期 我相信都会持肉住困扰大市 这个债务上下谈判以外 大市另一个观望点 就是下个星期 集中公布的经济数据 无论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也好 或者是中国的经济数据 两边的看法 可能就有些差异 美国的PMI 普遍预期 国际的PMI 可能会降到50 这个位置 即乘衰分界线 如果是这个情况 就是证明 美国的经济 其实就已经强力不在 亦有一个很明显的回落 这个就对于6月15日 的议息会议来说 其实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 应该是增加的 另一方面 就是市场对于减息 似乎日期不停提早 因为现在最新的预期 似乎去到9月至11月 就有机会进行下一轮的减息周期 那官乎现在美国的经济环境 和通胀回落的幅度 这个的机率其实是一个逐步增加 如果这个是城市的话 其实对于美股 或者是美国的资产来说 这个相对是一个正面的趋势 另一方面 中国的PMI 亦是真的比较关键 因为经历了4月份 一个急升 即经济急速反弹之后的一个回落 大家都在期望 因为5月有一个五一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 5月上半个月的经济 或者是各种消费是比较强劲的 但去到5月下半个月的时候 似乎这个回落的速度 亦都是比较快 或者比较急 这个就令到市场上一步担忧 就是这个中国经济的复苏 会不会受到比较大的扰动和中断 所以就下个星期 回来的PMI 这个就真的比较关键 所以除了这个PMI之外 其实服务PMI 和更加大家关注的 可能PMI里面有一些某些的细数 例如这个出口的订单 有没有一个见底回升的迹象 这个也是决定大市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个未有定案之前 估计大市的波动区间 就会了一步下移 刚才提到 那下方大概18000点 是短期的支持位 那上方之前的一个支持 19500这个位置 就会成为了短期的阻力 所以就似乎短期里面 大市大幅反弹的空间 或者机率 就未必那么大 就会成为了短期的 一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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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步下跌 一步下跌